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 我还没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结婚啊 不 不 不 我不是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真的不想谈恋爱 我会等 等到你真的喜欢我的那天 你相信我 我会一直等下去 等到你真的喜欢我 我会珍惜你 疼爱你 宠着你 我让你再吃一点的苦 我让你再说一点的爽 总有一天 你会被我打动的 我可不想再直队出名 你可别乱来 我不会了 我只会默默地关心你 我会金肉 和从前一样 我会让你走 你都不想再带我 我会想你 我会把自己的孩子 你可不想再带我 你也要不要 赶紧呀 这谁呀 段月饼啊 穿这家干吗去 去网友呢 没错 就是去会见女网友 可以啊 走走走走 志荣 志荣 段月饼 到 去见女网友啊 去见女网友 去见女网友 我不知道我 走开 你怎么比我还急急 还想看看空龙 到底长啥样啊 你怎么那么想 看我的笑话 人生苦短 即时其乐吗 即时其无乐 又不是喊见女网友 还哪有了可行啊 就从你这儿去而乱得了 你那个女网友 该不会没有来吧 不可能 那她在哪儿呢 你们俩 就没杀了一个 脸乱暗号什么的 她说呢 要的就是我 在茫茫人海中 把她伸出来 因为两人的邂逅 因为两人的邂逅 是需要缘分的 我真是缘分的 我真是缘分的 月桑 来了 那万一是个空龙 你怎么办呀 直觉 我的直觉告诉你 她一定一定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女孩 你这是理想主义 错 我这是革命乐观 你就是乐观吧 到时候真是恐龙 你就该哭了 我没见过她 她没见过我 万一是恐龙 算了给你吧 反正你脸皮这么厚 凭什么呀 凭什么是恐龙就留给我 是没你就自己留着呀 必须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 谁在全职力给我广播的 别愣了 快找 不是 这工人里这么多女的 怎么找啊 你怎么能挨个问嘛 时间不多了 就得挨个找 你还真来劲哪 挨个问多丢人哪 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你得帮我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没错凭什么 凭你是我兄弟呀 兄弟可以两肋插刀 但绝不能一起丢人现眼 洗衣服打饭 一个月 我是有自尊的 我的衣服你随便穿 我是有尊严的 我出国比赛的纪念证 看来这诱惑还得足够大呀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 端哥 他网名叫啥 蛇 精病 比赛 被忽 弃 请问 你是蛇精兵吗 你才是蛇精兵 你们全家人都是蛇精兵 恐龙 蛇精兵 蛇精兵 你说谁呢 你 你不是 老公 兄弟 你干什么呢你啊 你挡镜头了你知道吗 对不起 神明病 大姐 谁是你大姐呀 对不起 小姐 你叫谁小姐呢 美女 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行吗 说 你见过一个叫蛇精病的人吗 见过 在哪儿啊 就是你啊 对不起 打扰我 这种搭讪方式 一辈子都泡不到妞 我 你这种搭讪方式 因为你还真是在那儿 你看看我 你也还真是一样的 你还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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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使用性命啊 正常人有起这个网名是吧 对 他特别正常 他非常地开朗 特别地善解人意 我跟他聊天 有一种 有一种跟九月重逢恋人的聊天 这都感觉你明白吗 你没感觉 但是我以为我的 他都在意义 这个试着 我听着说 你不听着 safe 我是你死的 我听着说 我这么跟你说 我的性格 我段位兵的性格你是了解的 如果他不给我这么好的感觉 我不会这么用心 我长这么大 就没遇到过一个 能和我这么聊得来的女人 我跟我妈我姐 都没那么对脾气 不要 谢谢 谢谢 我 我不要这个 我跟你说啊 我真的从来没有 这种感觉 我现在特别特别 迫切地想见到他 我不喊笑了 现在我是吃不下饭 睡觉睁眼闭眼全似的 睁眼闭眼全似的 睁眼闭眼全似的 那你也快了 你能不能正见到你 哪怕跟他见一面 哪怕只跟他见一面 我就心满意足了 要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此生无憾 他要是能跟我说句话 我的心里头 你怎么还没走我说了我不要了 你怎么还没走我说了我不要了 休车 你给我们也没有用 我们俩没有车 你还是看看吧 也许对你有好处 你可真敬业啊 都说了没车了 我说的是那个女孩 你不是要找她吗 这是啥呀 流脉神剑 什么剑 小静命 是你吗 小静命 灌狼 果然是你 真的是你 就是我 你就是小静命啊 你谁啊 我 来来来 没你上上小黑 走吧 你等下了 来来来 走 那不行 我找了半天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我不走 你还想干吗 我得看看到底是美女还是恐龙 差不多到了啊 没手帮你 打你这么多挑戒 都不重要了 我的好奇心 展示每一切 你真的想看呀 当然 卫兵是我兄弟 我得替他把保关 不能把这么英俊的帅小伙儿 便宜了个恐龙 是不是 喂 老黑 你再能说我给你接啊 太过分了 我又不是以貌缺人的人 我会给神经验我们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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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向你求捧了 捧 看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恐龙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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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手了 小黑是我的好兄弟 他 他就是疯了 对 对 对 那个啥 我俩开玩笑 开习惯 那个 神经病 你比这一样 对了 那个 你怎么战胜打扮 还发单页 我那修学店 正好在这儿传船 我就顾驻带学生 帮我爸传单 正好我在这儿约着你 觉得挺好玩的 只要那位子去贺能力了 我就办上了 你真是看修学院 对啊 那你呢 你这是特级吧 当然 绝对错不了 我给你看证据啊 算了 算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相信你 什么都没有 谢谢你 谢谢你 走了 既然我们都见面了 就不要再叫我网名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丘兵 我的网名 你好球样 我叫段慰冰 你的名字 真好听 真巧 都有一个冰字 段卫兵 怎么了 小黑 你姓赵吧 赵家镇的 太巧了 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 我之前见过你们 前些阵子 你们在赵家村张大亮 是不是被你们制服的 是啊 你半眼唐僧把他骗出来 你抱着着那伙子没习惯 跑了出来 对不对 没错 你怎么知道呢 那疯子张大亮 他是我表哥 那你不会也 你快下手 他人家是有限度的 嗯 太巧了 真的是太巧了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两个 我替我舅舅舅妈一起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俩 他们一家都完蛋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正好赶上了 赶上了 赶上了 对了 你表哥怎么样 他挺好的 在精神病院治疗呢 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 那 那什么 你们聊吧 看来这儿也没有我什么事了 啊 哎 哎 哎 回来 给你看完药了还当战呢 就是吧 你也是我舅舅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我得好好感谢你呢 这样吧 周五我请客 那要好吗 我再待会儿 我去开车 你们在门口等我 好 谢谢 不客气 年轻 爽啊 事业有成 祝贺你啊 卫兵 就他了 就他了 没什么不是我呀 好 我应该没有 你 你 你 字幕——YK 怎么样 还行 郑志 你刚到诸万祖的时候 你成绩是多少 什么意思 没事 我就是想知道 就是想知道 我比你差多少 这个很重要吗 对我来说这挺重要的 我比你快大约五秒钟吧 明白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加油 下一位 到 师兄好 师兄牺牲了休息的时间 对我们进行警务技战术训练 师兄辛苦了 小柳啊 我今天 接到的你们中案组 送过来的培训名单 没你啊 本来是没我的 我是明天 但是我听说 今天是师兄你做教官 我就跟我们组长 打了个申请 和同事换了个班 师兄 师兄 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我很好 没事 你可以开始了 是 怎么了 师兄 师兄 你收到我前天早上 给你发的微信了吗 收到了 那我昨天晚上发的 你也收到了 也收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复呀 小柳 我没法跟你回复啊 为什么 你就那么不愿意 接受我的告白吗 小柳 这个问题 咱们等训练结束以后再说 行吗 不行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就放不下心了 这会影响我训练成绩的 如果我的训练成绩不好 你这个做教官的 脸上也不好看 师兄 你就说吧 我承受能力很强的 能挺得住 小柳啊 我正式的 明确的 最后一次答复你 我和你 只能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我们不可能发展到 你希望的那种程度 绝不可能 为什么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小孩啊 年龄是问题吗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我不接受 好 那我的下一个理由就是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并且我十分痴迷于他 我不可能再接受 另一份感情了吧 这个理由充分吗 小柳 你别 别乱来啊 是你跟我说 你心里承受能力强 我才跟你说的 快 把 把墙放下 师兄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对 准备其实吧 快 准备 好 准备 开始 是 你就看到了吧 完全不在狀態 浪費我的子彈 是你的人影響了我的人 我的人原來就是你的人 你永遠都容不得 別人守你的不是 你還不是一樣 我們兩個能不在手下嗎 是你先挑釁的 每次都是你先挑釁 你覺得她們兩個人會有結果嗎 你覺得她們兩個人會有結果嗎 受不好 不過 如果我可以決定她們的命運 我倒不希望 她們兩個有結果 為什麼 給你的遵守 前次我之間 路遙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 比你我更痛苦 莎莎 我越來越覺得 莎莎是整个事件当中 唯一的受害者 我们两个人 可以形同陌路 可以沉浸视野 可以各自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只有莎莎 她永远都没有办法 从父母离异的阴影中 走出来 她永远都没有机会 再和她的爸爸朝夕相处 没有机会 再和她的爸爸一起看电视 一起看书 一起吃 她爸爸亲手做的菜 一起讨论 她在学校里发生 各种有趣的事情 甚至 等到她出家的那一天 都没有机会得到 她爸爸的祝福 露露 你为什么 突然跟我说这些啊 对不起 是我在伤感了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你从来 没这么伤感过 至少在我面前没有这样过 你怎么了 因为陶静 陶静 那个小虎队的陶静 对 她怎么了 她是老队长王平的女儿 她是老队长王平的女儿 陶静就是王静 她的妈妈叫陶思仁 她后来改了母性 陶静就是王静 那个小丫头 对 前真万确 天哪 都这么大了 啥啥都多大了 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结婚 我万万没有想到 总觉着 有点眼熟 还以为 跟那个明星长得像呢 当年 老队长王平为了救我牺牲了 那天 爹子带着陶静 就离开了东海市 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可陶静 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的爸爸 他一直在寻找他的爸爸 这么多年 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积攒了太多的伤痛 痛得连我这样的人 都不忍心去触碰 现在 他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他的爸爸 曾经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 他留了下来 可是他面对的 就是容易抢上冰冷冷的照片 你不觉得这一切对他 太残酷了 现在 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陶晶 一个是莎莎 陶晶的今天 很有可能就是莎莎的明天 明天的莎莎 就是今天的淘靖 我不想看到这一切就这样的发生 我想都不敢想 你没有发挥好 你没有发挥好 傻子才能发挥好呢 我又不是漏雪动物 你应该好好调整一下 我会好好调整自己的 然后对师兄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小刘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就认定我了呢 宿命吧 你们聊够了没有 你们聊够了没有 组长 龙特 小刘 你和李欢马上出发 任务短信给你们 是 李欢 到 走 什么情况啊 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装什么傻 你和小刘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也没程度 她就是一厢情愿而已 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别拿大 拿大死得快 什么意思呀 大水比我现在弄不了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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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您还是去看看吧 我们连哥俩啊 都搞不了 人车主一会儿就来了 来 四哥 四哥 要我说这事儿真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就是就是 邱姐她不就是见个网友吗 这连头这就算是 我上个礼拜还见了一个呢 这是网友吗 这是网恋 这是网恋 这是网恋哪 啥 网恋 反了她还 四哥 你放心 这事儿我跟黄绝对站你这边 必须的 咱不能眼睛地看着邱姐误入歧途 谁要给我们四哥赠邱姐 我们俩笑死她 兄弟 你们俩的心意 四哥心领了 不过这回啊 是真没招了 不是 四哥 别泄气啊 就是啊四哥 咱三对一万无一失 他那网恋小情人啊 是个特警 四哥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这活儿还挺急 弟兄们 辛苦了 老子 出来歇会儿吃饭 来 救命 回来了 卫兵 快下来 您点什么呢 来 走 走 容容介绍一下 我的新人男朋友 段卫斌先生 大家好 干吗呢 干吗呢 不想问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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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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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差不多行了啊 我可一会儿在线 就算我不找他 也和你不来点 回头我给你介绍个对盘呢 于老四 还请蔚来老板多多指教 您别那么客气 我叫段卫冰 您叫我小段就行 卫冰 其实四个人特好 就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咱们去里面看看 好 大家辛苦啊 辛苦 第一个人家 就这人了 四哥 紧爱顺便 四哥 挺住啊 你说 你说我当时上什么绩效吗 我上警效就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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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怎么样 还好吧 我以为 你不会来看我呢 你一定很忙吧 还好 这两天 不太忙 吴迪 你女朋友她知道这个事吗 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 晓晓 咱们今天先不谈这事好吗 好 我都听你的 你想谈什么 我去听什么 晓晓 我真的想不通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呀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曾经我做过很多傻事 我很后悔 现在我想和你重新回到以前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 如果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的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吗 那个时候 我们之间有多快乐呀 哔哀 阿名 我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当他们飞吧 哥 阿迪 我爱你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小小 我也爱你 阿迪和小小 永远都在一起 我好幸福 阿迪 你真的一点都不怀念 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吗 怀念 我很怀念 许多事情我历历在目 可是那要怎么样呢 你还是走了 从此你咬无音讯 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你 完全没有用 你消失得彻彻底底 无影无踪 阿迪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可是请你相信我 那个时候我真的有 不得已的苦衷 你给我时间 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我一定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这三个洋里 有双方者 想找你 想jan